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为三餐心思思Sindy私房菜华理智 大家好欢迎来看Sindy私房菜我是Sindy 大家去过澳门吗?澳门虽然是一个小城市 但是由于旅游、赌场和美食的关系都吸引不少的游客 今天很高兴来到出身澳门的Maria的家 做我们的私房菜的嘉宾 其实澳门是珠江的口 所以澳门这个名字代表港口 O和Gate的意思 他在16世纪的时候 这个中国租了这个 被袍国做贸易的港口 所以吸引了一些欧洲人过来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澳门有很多欧洲的色彩 所以带了很多不同的美食过来澳门这边 其实我们Fusion都是近十年左右 但是澳门真的是Fusion的秘组来的了 因为他在16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是将这些澳门的人 带了他们的材料过来 加上中国人的烹饪 那些技术 所以混合了 就变成了这些澳门的美食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马戒丘是什么 马戒丘是一只澳门的咸鱼 它是用盐叶的 它其实是蒲角的冰鱼 它们就醃了它 就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浸了过夜 然后我们就煮好一个滚水 再灑灑它 它那个肉就是一片片的 它又不是很多骨的 它全部都是大骨 这些小树仔 你用叉的手这样做 然后混合它 让它不怕一粒粒 我们现在就加上这些蒲角咸鱼 这些咸鱼也是煮了之后 我们就拆了它 又是像那些薯仔那样 弄碎它 不用说抹的 你用叉的 你弄它 它就已经是一粒粒了 然后我们混合它 有些人可以喜欢加洋葱 有点甜味 就切碎了 它要切碎了 这样放进去 我们放这个芫荽 和这个西人的芫荽 是让它有颜色在这里 所以有些人不喜欢吃洋葱的味 都可以不用放洋葱 是的 没错了 现在我们要打两只蛋 我们要把蛋黄和蛋白分开 分开来 放进去 蛋白我们要你怎么做 待会把它打开 把它打开 把它打开 是的 我们怎么做成一个球 就是用两只匙羹 把它打开 然后就这样刮出来 然后再 把它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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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到金黄色 是的 炸到这样的色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它里面是熟的 所以不用怕它不生 因为这些不是肉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 OK 真的好香啊 Maria 是的 那些咸鱼香味 还有树蓉 所以新鲜吃就是 新鲜热辣辣 是的 热辣辣吃了 是的 冬了就没有了什么味 是的 没有了咸鱼香 因为炸了它 所以变了就香口很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头桌 马鸡鱼除了可以做薯饼之外 还可以做很多种不同的菜 是的 有炒饭 有炒饭 有炒饭的鱼也是很香 有很多不同的菜 这个马鸡鱼 我们不用用酱点了 不用的 它自己本身已经很香 少了柠檬 外菜来远有咸鱼的香味 吃下去的话 又不会流 我们很适合拿来送酒 是的 是的 我们来了 我们喝酒 Cheers 多谢Cindy 多谢Maria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